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好像同修去经常有去放生鱼啦 然后就是说他放生鱼 他是想很想知道他能帮到这些鱼什么吗 就是放生这些鱼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除了培养我们放生培养直辈心来讲啦 然后还有就是说 鱼的对鱼的帮助也有什么帮助 所以这样并不是对鱼的帮助 是对直接对人的帮助 放生鱼不是对鱼帮助啦 你当然了你对他也有帮助的呀 你不让他成为刀下冤鬼呀 就是啊对啊 这个都这样冤鬼被人家一刀砍了 总是不好的呀 他至少自然死亡总比 总比突然间被人家头砍掉好啊 对呀 这个还不懂啊 从人家来讲 才是法师无畏师呀三师俱全呀